我寫歌啦 練習嘛 寫歌寫到久了 我從17歲開始寫歌 輸張犬 張犬13歲開始寫歌 國三的時候就寫寶貝了 很厲害喔 關我什麼事 要學習 要學習 然後 我也寫了很多 其他一首歌 這陣子突然 很多人開始注意起來 突然 很特別 很多人 大部分知道的話 我們那邊海岸線大部分就是 棒球比較有名 跟手比較少 都拿棒子不會拿麥克風的 像編男主 我們的世仇 他們只會拿麥克風的 我們的整件年紀小金 浩倫家家 然後我姐妹說 他們號稱驚喜春 是怎麼樣 又沒有拿過金毛獎 這金毛獎就是十個了 那你拿山德克巴蘭 誰的 山德克巴蘭拿幾個獎 六個 六個 德獎六個 德獎三個 四六個 我昨天在表演中 可以看到 他喜歡 好啦看報紙啦 有沒有演啊 我就想去演 導演都不用我 你知道那時候剛好有去 太魯閣 然後剛碰到 那個山德克的劇組 在找演演跟場地 他就碰到問的是導演 就很假掰 然後 導演 我是熟命吧 聽說你要拍 曬德克巴蘭 然後他們劇組說 他們只想要用三個 歌出 然後就有 我說阿美福 有差那麼多嗎 我真的有差 那真的有差 後來看到他演員 真的就都用 就是泛臺亞族群 就是帥德克 泰瑪哥 泰瑪族 所以他們 同一個類型 還不錯 很感動 希望有一天 可以拍阿美祖的 可是我不要拍那種復古 他們那個是古裝劇嘛 賽德克的古裝劇 我要拍阿美祖的偶像劇 但是他怕阿美祖的鬼片 因為最近他還還我土地啊 就是 你知道東海岸都快要被BOT 其實東海岸光台灣 台灣的東邊的人 有三十張肯定都BOT 我覺得那個比肯丁還要很恐怖 肯丁明明就很漂亮 你看可是你現在去肯丁啊 所有在經營飯店民宿的 都不是肯丁的 他們根本沒賺到錢 那那些美麗的風景 後來又慢慢被BOT掉了 一下去啊 看不到海景了 因為全部都是房子 就擋住了 你要停車經營的風景 他可以收一百塊停車費 海景第一排 你要住什麼 五千塊一天的套房 才有辦法看到海景第一排 我在想說 哇 東海岸這麼漂亮的地方 上十三個BOT 那實在太恐怖了 希望大家一起幫忙 好不好 又保護台灣人的董安 好 希望你們去那邊 就一樣就是 你知道阿美組是共享的那種 我們只有偶像軍 算是共產黨啊 是 土地 我們都認為人只是土地上的一部分 人 誰 土地不屬於任何人 人是屬於土地人 所以我們的觀念 在把人家告訴我們說 的確阿 以前土地是共享的 你知道嗎 然後 現在被BOT 我其實也會很緊張 對 我不希望 我們在自己土地上當窮人 就是 表面上好像促進附路廣告 可是錢都被別人賺走 我們只是覺得我們更窮 更可憐的是外面來的朋友 不好意思 我們的錢根本我們賺不到 錢都被別人賺走 有一天你還可以看到 水蜜在裡面唱歌阿 做髒 我不想那樣的事情發生 尤其現在 好像 沒意外要開張了 所以我們 他們第一個來挑戰 東發人 東發開發的一個發展 所以 保護東海岸 需要大家幫忙 好不好 好